往年民众过年都会排队来抢福袋 甚至还熬夜排队 但是台中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台中各大百货呢 纷纷采取的是预购制的方式 像是呢中油广山SOGO 还有新光三月甚至是大圆摆 已经是不卖福袋了 改由是专柜自己推出 这预购式的福袋呢 早在过年前限量都已经预购完毕 大年初一不用再来抢福袋 而是要让客人好好在家里跟家人团聚 民众大排长龙甚至漏夜排队 都是为了年初一抢福袋 但现在台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是怕一直排队 我没有耐心买福袋 而且又怕排队完以后 就像你讲如果买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就会觉得很浪费时间跟浪费钱 不想排队人挤人 新光三月才预购方式 一袋一袋的福袋全都装好 就等民众初一来临 这一箱箱已经蓄势待发 初一前一天不用忙着整理专货 中油百货也采用预购方式 限量福袋早在21号当天就已经抢购一空 我们的福袋总共有300袋 已经预约完毕咯 那欢迎所有的贵宾 明天吃着您手边的预约贵宾券 在10点半大年初一来沾沾手气 试试手气 大员买没有预购 而是让客人自行挑选 各专柜自行推出福袋 总共500个 百货本身不再卖福袋 福袋定型化契约已经推动 消费者买到里面应该标识 税额商品名称品牌规格及数量 过年不抢福袋 不用排队排出一肚子气 反而可以和家人好好团聚 接着韩志鑫台中报导